这个漂亮的女孩 正被两个猥琐男死死地按在床上 注入了某种不知名的液体 任由她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 随着一声惨叫后女孩晕了过去 原来这些男人是人贩子 他们专门逮捕东南亚女孩 在通过轮渡迈到世界各地 当有钱人的玩物 这些关押在笼子里的少女 犹如牲口一样 都是等待出售的货物 而这个白裙子女孩 正是为富豪挑选的合适的玩具 她颤颤微微向富豪靠近 富豪看后满意地点了点头 正准备付钱的时候 突然一把枪顶在了她的脑袋上 原来人贩子为了证明她买家的身份 竟然让她来一个现场直播 富豪挽起袖子露出邪魅的笑容 她解开皮带 但下一秒 原来这个人只是泰国的警察托尼 他伪装成买家准备捣毁这个人口贩卖团 托尼干净利落地解决掉了几年 老大眼见手下一个个被撂倒 他双脚微缩身体不断颤抖坐在沙发上 然而他并没有逃过托尼的制裁 他将人贩子老大道挂在窗外 逼问他下次交货的地点和时间 怕死的男人连忙交代了一切 并且不断祈求托尼饶他一命 托尼回头看了一眼无辜受害的女孩 接着无情地松开双手 送人贩子下地狱去赎罪了 托尼给了女孩一捆钱 让他赶紧回家找父母 再也不要单纯地相信任何人了 另一边美国警察杰森 也在调查这起跨国人口贩卖的案件 而案件的主要头目 是一个叫维琪的商人 他一共有四个儿子 分别掌管着不同地区的人口贩卖 只有三儿子一直在上大学 从未沾染过家族生意 于是维琪打算带他去见见世面 当晚他们就开车来到交易地点渔人码头 谁料集中箱刚一打开 一股恶臭熏的 现场所有人都捂住了鼻子 只见集装箱内几十名妙龄少女 竟然因为缺氧全部死在了集装箱里 整个场面简直堪称人间炼狱 然而看到这样的画面 维琪并没有半点同情 他直接一枪打死了负责人 突然外面传来了警察的声音 美国警方早已从托尼娜得知下一次的交货信息 便提前埋伏在了码头周围 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枪战 警方一顿突突便解决了维琪的小弟 三儿子为了在老爸面前表现 决定拿起枪掩护老爸逃跑 然而刚冲出去突围 却被杰森一枪抱头 维琪抱着儿子的尸体失声痛苦 可眼下这个局面 维琪只能乖乖让警方带走自己 维琪被关进审讯室 但法律在金钱面前一文不值 罪孽深重的维琪 非但没有被判死刑 反而疏通关系 很快就被释放了出去 但杰森表示 最痛恨这种贩卖人口的团伙 他会通过自己的手段 迟早有天会将维琪绳之以法 而维琪在停尸房看着死去的儿子 他发誓要让杰森血债血肠 注意看 这个男人上一秒和妻子打完扑克 下一秒 一颗导弹竟然朝他们飞来 房屋顿时变成了一片废墟 原来是维琪前来报复了 他的手下抓住杰森 竟然让他眼睁睁看着 躺在血泊里的妻子被射杀 女儿被抓上车带走 在医院醒来的杰森 以为后面看到的是梦境 可同事却告知他妻子已经不在人世 一夜之间妻离子散 他痛不欲生后悔 没能当场解决掉维琪 他握紧拳头决定要亲自为妻子复仇 杰森拔掉身上的仪器 连夜逃出了医院 看到已经变成废墟的家 杰森在废墟中找出一家三口的合照 他将照片放到口袋中 并在废墟中翻出藏起来的枪支 发誓一定要让维琪血债血偿 他一路来到人贩子最常聚会的餐厅 刚走进来就是一顿扫射 一个男人被吓得屁滚尿流 赶忙交代了维琪的藏身之处 原来他正在柬埔寨经营一家酒吧 得知具体位置的杰森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临走前还不忘丢下一颗炸弹 杰森因此成为了一个通缉犯 他已经没有后顾之忧 只想赶到柬埔寨夺取维琪的性命 很快杰森刚来到了泰国机场 来到陌生的地方 他警惕地环顾四周 看到提前得知消息的警方前来追捕 杰森一路逃到了地下停车场 警方随即追到停车场分头追寻 此时一个警察老黑恰巧发现了他的身影 可他环顾四周眼看四处无人 他并没有立即上前逮捕他 反而两枪打死了自己的同事 又对着自己的防弹衣来了一枪 最后将枪丢给了杰森 危急关头杰森急需一把枪防身 他也没有多想 随即把捡起地上的枪 听到枪声后慌忙赶来的托尼 看见了同事的尸体和受伤的老黑 他误以为凶手肯定是杰森 托尼愤怒朝想要逃跑的杰森开枪 然而杰森行动敏捷轻松躲避子弹 不料杰森竟然跑到了一条正在维修的桥上 这下前后都无路可走了 此时一辆货车驶来 杰森见状一个翻身跳了下去 接着又抢过一辆摩托车逃亡 托尼见状立马追了过去 熟悉地形的托尼在屋顶上飞檐走壁 接着瞅准时机跳下 一把将杰森从摩托车上拽了下来 两人来了一场激烈的肉搏战 但两人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 杰森一把就拎起瘦小的托尼 砸向了路过的车玻璃 等托尼爬起来时 杰森早已抢过车辆逃之夭夭了 根据人贩子提供的信息 杰森来到一个酒吧找到围棋的得力手下 他拿出一个锥子狠狠地扎进了男人的大腿 逼问男人围棋的下落 为了保住性命 男人只好爆出了围棋的仓库 与此同时托尼也接到 在酒吧当卧底的女友电话 女友告诉他杰森刚刚来到酒吧 托尼只能驾车快速前往 可坐在后排的老黑却根本没有安分 这个女孩12岁就被母亲 以700块卖给了人贩子 他的后背是人贩子和嫖客 留下刀伤和烟头烫的疤痕 他解救后成为警方的线人 因为这里还有很多被拐卖的女孩 女孩们被当成货物肆意贩卖 而一旁的老黑 正默默记下了托尼打电话的时间 并借着搀扶托尼直接偷走了他的手机 老黑拿着手机来到了酒吧监视器前 他通过通话记录的时间回拨了电话 监控前酒吧的一名女孩正好接了电话 于是托尼女友是卧底的身份暴露了 老黑直接派人将他抓了起来 原来老黑并不是真正的警察 他其实是人贩团伙派到警察局的那一 另一边杰森按照小弟所给的地址 来到一间仓库里 定入眼帘的场景让他十分震惊 只见仓库内摆放一排巨大的笼子 里面关押着不同年纪的女孩 他们的神情麻木又害怕 犹如带卖的货物 等待人贩子的安排 杰森越看越愤怒 这更加坚定要彻底消灭贩卖团伙的决心 他提起枪就干掉了旁边的守卫 老四看见后落荒而逃 谁知刚走到大门口 就被自己的两个哥哥开枪干掉了 杰森刚赶到时 哥哥们开车直接扬长而去 只留下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老四 由于不甘心要报复哥哥们 他直接说出了贩卖团伙老巢的位置 死也想要拉着他们垫背 然而就在此时赶来的托尼用枪指着杰森的脑袋 质问他为什么要杀了自己的同事 杰森将当时的情形一五一时说了出来 远处的老黑眼见事情将要暴露 想要开枪偷袭他们 幸好杰森反应迅速直接拉着托尼躲开了 这下托尼才明白谁是罪魁祸首 他上前愤怒地揍着老黑 可他再次输到了体格上面 只见托尼被老黑按到地上不断摩擦 幸好他拥有主角光环 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伤害 老黑在击打下慢慢落一下风 还用力一脚将他踹进了旁边玻璃窗里 若击的老黑由于碎玻璃插入脖子 直接隔屁了 两人将铁笼中女孩全部放了出来 女孩们互相搀扶在他们面前双手合一 感谢两人的拯救 可他们还必须继续寻找维琪 完成自己的使命 托尼要救出自己的女友 杰森要给妻子复仇救出女儿 于是两人又开车来到了老巢 这边二儿子正准备枪毙托尼的女友 谁知却被赶来的托尼一枪爆头 另一边杰森一个追击炮 轰炸了所有的车辆 维琪和大儿子因此受伤 大儿子让老爸先走自己断后 维琪并没有拒绝 迅速地坐上了直升飞机准备逃走 但他怎么会再次轻易放过罪孽深重的头目 他拿着机枪对着直升机一顿乱射 结果被杰森几枪打死了飞行员 直升飞机直接掉了下来 另一边大儿子被托尼打得哭爹喊尿 托尼直接一脚送他上了西天 另一边维琪受伤严重趴到地上 杰森走上前去查看 不料维琪竟然是装死 起身用铁棍偷袭了杰森 他直接一刀捅进了杰森的肚子 但杰森岂是那么容易就倒下的 他忍着疼痛直接抽出小刀 反手把刀插进重伤的围棋 这个无恶不作的人贩子 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 可他临死前还嘲讽道 你女儿已经被卖到国外了 以后再也见不到你的女儿 杰森大声地询问女儿的下落 可他再也回答不了 幸好托尼告诉了他女儿的下落 于是杰森再次出发 独自踏上寻找女儿的路上 这个电影告诉我们 女孩千万不要独自去偏僻的地方 并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 出门在外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 好了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要长按点赞 给一波关注